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想介绍一款很简单的开声茶 针对一些喉咙痛 或者声音沙啞 又或者是吃了很多热气东西 或者扁涂腺发炎 有口瘡 又或者是经常要说话 又或者是用声过度而引致喉咙不息的人 都会喝这个茶 首先我们就预备一个小煲 但是其实这个茶除了煲之外 用来烤水也可以 现在我就是用煲的方法 我就用三杯水 但是待会煲完之后 到最后只有两杯水 第一个材料就是咸竹蜂 你在药材店买吧 我这里买了15元 就是三只 他说是5元一只 其实咸竹蜂是用盐水去叶制过的竹蜂 性质是属于偏寒凉的 它的功效是有清热化痰 定经功效 它对于扁涂腺发炎或者有口瘡的人 都是非常适合的 如果是有喉咙痛 而因声带水肿而出现的声沙或者失声的问题 这些咸竹蜂都有一定的利烟和开声的作用 那我就不用洗的了 倒进去那些水里 还有它有一些盐 那些一起的 那你把它倒进去 那第二个材料呢 就是一些甘草片 甘草片呢 它有抗盐的功效 它也可以舒缓咳嗽 和去痰 对于咽喉盐 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那我呢 就是放两片 那还有甘草呢 含有一种叫做甘草甜素 那所以呢 你喝出来呢 待会都会觉得它甜甜的 那还有呢 甘草对于有慢性 腎上腺 皮质功能减退的人呢 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疗效的 那另外呢 这些是叫做半大海了 又是在药材店有得买的了 那我就用两粒 那半大海呢 有清热离烟的功效 又是可以清肺开声 那它又有润肠通便的功效的 那所以呢 如果是肺烈 腥沙 失声的人呢 或者觉得口干 咸 咸喉很确 干咳 还有牙韌肿痛 或者有便秘的人呢 都可以饮用这个茶的 那好了 我们呢 就是盖上盖开火煮滚了 接着转小火 煮多5分钟 就可以关火 接着呢 就油去烤 接着呢 烤凉了就可以饮用了 那可以给你看一下它呢 一煮完之后 一煮呢 那半大海呢 是会散开的 它会变大 就像一棵花 那样的 那好了 我就 油去小火5分钟 接着就关火了 接着就油去烤凉 即烤一下去烤凉才喝 还有最后呢 这里是有两杯的 那我就会是一天一杯 那第二天呢 才喝第二杯 那你可以放回到冰箱里的 那还有呢 这个茶呢 有哪些人不适合喝呢 因为呢 它的性质都是属于偏寒凉一些的 那所以呢 如果是 是风寒感冒 即是风寒引起的感冒的人呢 又不适合了 那身体或者是脾胃 都是偏寒凉的人 都是不适合了 又或者是女性呢 如果月经期间呢 都未必适合的 那是的 那大家就要留意一下了 我今次的分享呢 就去到这里了 那如果喜欢有条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这个channel 我是欢迎你的影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